多美妙 前途四级 而且她还是独生子 所以说你看看 这样的条件 能不能换算成资产 那就是作用几千万资产 还是相当不错的 大家肯定以为 这么好的甜点 应该要求很高吗 我问过她了 她的要求让我很惊讶 她对于她未来女朋友 哪里人 完全不在乎 对于未来女朋友的家庭 什么样 她也不知道很想 她最在乎的就是 这个姑娘 是不是对她好 是不是温柔善良 仅此而已 那是因为 是已经开始找了呢 还是说她只是个设想 已经纯粹一动 她其实之前 是有过一个女朋友 在一起很多年 是南方的一个姑娘 后来分手 分手原因 她本人呢 身高体重什么的 都挺在线的 小伙挺精神的 当然个人隐私嘛 我还是不能放出她的照片 前段时间 在网上看到很多那种 Vlog 那播放量可高了 几百万 一个外地的女生 拍了这么一个Vlog 说什么北京小伙要求 如何如何高 冒美风白 这必须是北京户口 还要必须有房 什么什么的 我看了就有一些 小小的反感 我觉得像我朋友这种 找女朋友 不是说先看她的户口 拍她的V的是 看她的人 我觉得这是对的 一种择偶观念 两个人过日子 要很多年的是吧 你这户口真的能决定 你们幸不幸福吗 我觉得不是 两个人是合适 才是第一位的 感情的话才是第一位的 我之前那个 就是后来结婚的朋友 他先生也是 就在北京 顾这条件挺好的 他是哪儿人 那我朋友是河北 姑娘是河北 可能就是性格上面 比较匹配 所以男生相处了 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开始中学婚 所以已经准备着 要你九首结婚 所以我就说 我看过那个什么 北京小伙 只找北京人 在那个视频 反感就在于 他那里面意思说 北京的小伙 只找北京的姑娘 其实现实中 我们认识的 认识的北京的朋友 反而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 太武断了 可能就是一种说法 会比较容易吸引别人 吸引别人去看 极端的观点 会容易让人产生赞同 或者就是往死里逼死 也是有很多北京小伙 人家是真的去看人 不是上来就看那些 物质方面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刚好 是要跟一个北京小伙子 谈在那里 没关系 放心大胆地去吧 放心大胆地去吧 如果你是一个 30岁左右的 单身女孩 在北京的话 可以私信我 我觉得有一些 Vlog里说 北京小伙子 只要北京姑娘的那种 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 只有北京户口 只能拿这个 作为标准 去要求别人 就是一种资本 北京户口 是我本身的一种资本 然后我当然是希望 资本做加法的 你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会变得更好 如果你没有的话 可能就在消耗 我这种 我有的东西 你看我这种 他从来不会觉得 北京户口怎么样 我儿端离几套房 怎么样 他也没有说 我的要求一定要 像我们上期的节目里 那个大爷说的 六七十岁的 一个北京大爷 说的 我条件比较够 45岁以下的 身体健康的 长得漂亮的 都生孩子 好了 今天就是我们想聊的 我这个朋友 他的一个自由观 一个北京小伙子 不看北京户口 不看你有没有房 只看你有没有 用一颗真诚的心 留言吧 我们明天再